来看一下,用的方法就直接串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组成公式,看着它的角色 特别是一定是串接 串接什么?串接文字跟储存格 或者文字跟文字之间串接 或者文字跟一个公式的串接 那这个可能要熟悉一下 如果你对于这个串接不太了解的同学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自己要多打一下 最好能够可以熟悉到很直觉的 把这一项公式打出来,那就OK了 那如果不行的话,可能要多多练习 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当然我们还有别的 你想说老师,那可不可以不要用REPD代表一恩呢? 其实有没有别的函数? 有,拿一个函数跟各位讲 不过在练习之前 各位呢,再帮我把综合练习 再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因为我们不要删掉保罗 那怎么复制呢?请你拖拉 拖拉就按住这个左键 拖拉,然后加坎数键 坎数键就复制 坎数键按下去,会有个加号 拖拉,然后再按坎数键 你会发现,那个图式就变成有加号 加号表示说可以复制了 那你就再把左键放开 这边就多一个了 这两个一模一样 那请你把右边这个改一下 把本来是2 换一个名称 换哪一个? 我跟各位讲 其实如果你不用REPD代表一项 你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叫TEST TEXT 那DEST这个函数的话 主要顾名思义 它其实跟文字有关 可是其实我跟各位讲 它这个函数取的名称不太好 因为它其实主要是做格式化 什么格式化 就是说我今天我希望把那个 怎么样 比如说84跟7通通自动补零 那当然有几个方法 如果说假如说你要直接格式化 你就按 比如把这两个选起来 按滑鼠右键 除成格式 先把这两个选起来 然后除成格式之后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格式设定 那这个格式设定 它预设特别是一定是通用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拿变三码 很简单 你就把通用改成自定 OK 自定点下去 然后请你在这边 有没有类型 这边有一个黑浪眼输入公式的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格式的公式 那如果是数字的话 格式里面数字 只要一个零 就表示一个数字 一码 如果你要三码就三码 那你会发现上面有变化 范例有没有 084 好你按确定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这边会出现08字 007 那你想说老师那这样太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说把这边的一整个全部通通把它变成 就是三码 那我都可以串接在一起 那事情就解决了嘛 我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事情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所以来说这边看到的是08字 可是实际上在 Essale里面出存的资料呢 有没有发现 它怎么样呢 有变吗 其实跟各位讲没有变 也就是说 如果你刚刚用格式的方式做出来的结果 它只是让你看到以为改变 但实际上原始资料 并没有任何改变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也就是格式 所以以后你如果用格式的方式做出来的结果 它其实基本上只有改动的是表面上看到的 但实际上里面原始资料并没有变动 OK 所以你想说老师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方式 但是我不要只是表面做表面功夫 我要真的帮我把它变成三毛 如果说你真正要变成那个结果的资料改变的话 那有个方法 就是利用什么 用test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别之用 如果你真正要用的那个方法 你就test 只要把那个我们刚刚那个000的放在test函数里面 它就会真正帮你改成三毛 怎么改 我练习 我这边Ctrl Z好了 把它恢复 Ctrl Z就恢复好了 我把它先恢复 因为主要我是做格式给各位看 自己的格式表面上看到 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想要把什么 把84改成084的话 用test怎么做 我可以在这边练习了 这个地方 I4的地方 踏入一个函数 找到文字类里面有一个 这不是叫T title吗 test TST OK 它底下有跟各位说明 它要两个参数 一个是value value就是资料 第二个的话是format format是格式化 test 这个format test 实际上指的就是刚刚那个000 另外的话 各位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它这个参数里面会出现 有一个关键叫test的话 记得你一定要给它前后双引号 反正你以后看到test 你要知道 要的是一个文字 你就不能给它的是一个非文字的资料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怎么做 第一个先插入文字里面的test OK 第一个 这个的话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跟你要两个资料 那第一个资料的话 就是居码 84给它 我把84给你的 OK 你有文字 所以前后没有双引号 format test给什么 给000 特别注意 因为这边有format test 所以有test的关键 所以记得 一定要前后再怎么样 补上双引号 反正以后 你们要有一个 就是慢慢的直觉 反正只要看到那个参数名称 是有test这个关键字 那切记 前后一定要加上双 如果没加会怎么样 那当然最后结果会错误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你会发现结果就变成这样 它会经过test函数 帮我做什么 就是我给它84的数字 它给我084的文字 OK 那不就是我要的吗 就是我要的是有零开 那你想说老师 那为什么 084会变成文字呢 很简单 数字里面没有零开头的啦 OK 所以文字才有啦 OK 好 那按确定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呢 你看到这个084呢 它就是真实的 就是怎么样 就是文字 而且是三码 那如果我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我要把这个test 放在这个刚刚的公式里面 那该怎么做 OK 所以这边是有 我如果我刚刚不要REPT 加上LEN 我要把它放到这边来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嘛 我要怎么改 改的方法 一 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里面 ANDREPT 后面这一串 给力尽掉 然后呢 按打过来看看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刚刚这一串公式放过来 那几个方法啦 自己打啦 或者说你可以把那个公式 复制贴过来 可以啦 那一样AND 打一个TEXT 填瓜糊 那value的话 就是这个80 有没有 OK 一样给它 豆点 FORMATE TEXT的话呢 就是刚刚讲的双语号开头 有没有 要是TEXT一定是文字 然后三个0 000后双语号 后双语号 记得再来因为这个TEXT有前瓜糊 所以必须要有个后瓜糊 好 这样应该就OK了 打勾看看 有没有 08次 所以你会发现公式跟刚刚REP加L 显然是简单很多啦 那后面这个默码怎么做 很简单嘛 如果跟刚刚REP加L1 通过一道理 AND到简号 这里复制 这里贴上 然后把趋势改成H4 打个勾 有没有 向下填码 你会发现直播一不一样 简单是一模一样 那你想说 如果用这个公式跟这个公式 当然如果假设你已经知道了 你会选哪一个呢 你会选这个吧 对不对 相对简单一许多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就是在利用那个TEXT 也许你可以在旁边先练习一下 OK好 然后完整的公式 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在云端白板的 也一样第三页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公那个公式的长度就短很多了 OK试试看 好吗